唱給他媽媽的最喜歡的一首歌 叫做《搖電話鈴》 這個製作人很奇怪 就是一個製作人 這首這首搖電話鈴呢 是我的我的阿嬤 教我的第一首歌曲 這搖電話鈴呢 他告訴我說 從線的這一頭搖到線的那一頭 他告訴我這個故事是 在日劇時代的一個 一個日君愛上我們部落的一個小姐 的一個故事 光復以後日君要回去日本 在部落裡面呢 只有一句電話就是在里長的家裡 所以他就 他們就是很依依不捨 他們相愛到一個就是沒有辦法分開了 可是呢 這 他相愛的那個日君必須要分離 要去日本了 那有說好說要 要搖電話給他 因為以前的電話是用搖的這樣子 然後 好 就是 男王的姑娘呢 每天呢每天都就在那個里長的家外面 就是在等 一直等 有一天呢 終於等到了那個 等到他的電話了 等到他的電話的時候呢 聽到那個男生的聲音的時候 沒有辦法說話 就一直哭 聽到他的聲音的時候 就是一直哭一直哭一直哭 沒有辦法說話 可是 那個哭聲他們兩個就是 一直哭一直哭 可是那個兩個的哭聲呢 就代表了他們所有的思念 他們相愛的思念 這就是 卸的那一頭 搖到卸的那一頭 他們的 說話的方式 就是一直哭這樣 可是他們就是彼此就是相愛 就是 沒辦法 就是 太想念彼此 那個思念的 思念的那個東西 你們知道那個東西嗎 有沒有 有沒有 有沒有過 有沒有過 有沒有過這樣的 我曉得說有耶 我舅舅在當兵的時候 他說要幫我買那個 買那個通風裙 就是他 就是那個 在弄那個音響那個 他說要幫我買通風裙這樣 然後他有一天 他就離開了 我說你不是要幫我買通風裙嗎 然後 他就離開了 然後我就打電話給他 然後他就 所以我聽到他的聲音就一直哭 整個不業家 你不是要幫我買那個很漂亮的裙子嗎 他到現在都沒有給我買那個裙子 只是他 幫我弄音樂的這個人 好好好 然后就是 这个故事是这样子 可是摇电话里呢 在我工作以后 这首歌对我来讲 是非常重要的一首歌曲 就是说 每次唱这首歌曲的时候 我都会哭 因为我会很想念我的阿嬷 这样子 好啦 我就唱这首歌了 不要一直讲 你们都想睡觉了 来 来唱这首歌 摇电话铃 曾经我唱的这首歌是在 是在 清唱是在我的金曲奖的新人奖的时候 我清唱这首歌 不晓得你们没有印象 这首歌是在这首歌的新人奖 这首歌是在这首歌的新人奖 中文字幕——YK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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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文字幕——YK